全球都致力追求永续发展 推动净铃排放 今天台中中正公园 就有一场由医院主办的 净铃永续日生活亲子活动 不仅有偏乡小农产品 还有亲子互动游戏 现场还能抽交踏车 吸引不少民众共享盛举 周末公园的大草坪上好热闹 市集谈番聚集 不仅有偏乡农产品摊位 还有各式的特色美食 除此之外 这次最重要的 就是要将净铃永续的 环保概念推广出去 大家都知道医疗是最耗能的 但我们在医院方面 也做了很多节能减碳 比如说太阳能板 那些还有一些节电的设施 轨道上两辆赛车竞速 这不是电动赛车 全靠人力手摇 就是要教导孩子在玩乐时 如何减少碳足跡 另外平常喝完的咖啡渣 也可以再利用变成厨师小香包 全球面临严峻的气候变迁 环境永续的发展成为目前最重要的课题 从游戏里面得到一些绿能的知识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不论十一住行娱乐都能够实践永续环境的概念 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让低碳生活从每个人做起 大家扎根永续意识 一起朝精灵碳牌目标迈进 精灵养续绿三花 借叫王东山台中报道